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美善社会福利基金会今天特别在台南小北球场为身心障碍者朋友举办一场强棒出击,乐在其中,大台南慈阳被身心障碍者乐乐棒球友谊赛,鼓励身心障碍朋友们走出户外,一起享受阳光,共有台南市身心障碍团体6队共72人参加。 美善基金会设资专员吴美智说,身心障碍者要运动很不容易,这次也邀请台南市各工作方专业人员观摩,希望能一同参与身心障碍者乐乐棒球推广活动,让身心障碍者走出一片天。 今天的友谊赛中,领友中度智能章碍正名的25岁小宇,平常在家就喜欢和哥哥一同观赏运动节目,讨论赛况,乐乐棒球提供他一个可实际发挥的舞台。 拉拉队的加油升级挥棒的快感,更让他非常热衷乐乐棒球,也玩得十分开心。 吴美智说,这场乐乐棒球有一赛由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者体势能中心主办美善基金会承办,并获得慈阳社服慈善基金会的赞助,以及灿阳企业同仁志工团担任志工陪伴身心障碍者一起走出户。 欢迎台南的身心障碍朋友一起来体验,有需求者请致电台南市政府身心障碍者体势能中心洽询,电话06-2081852。